一切刹土 所有众生 深深的遭遇 讲真话就一句话 都是自作自受 这就是一切发生性相生 你心里怎么想 外面环境怎么变 谁主宰啊 自己主宰啊 这个佛在千经万论 不知道讲多少遍 为心所信 谁的信自己的信 为实所并 谁的信自己的分别之处 与别人不相干 这个事实真相 不能不知道 如果我们的地球上人心都善 不违背 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讲的 戒定会三续 那不学佛的人像中国人 能够相信老祖宗的教诲 遵守 能理 无伦 无常 四为八得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离开 不离开这个标准 这个世界非常美好啊 这个世界就是讲盛世 修心 每个人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社会 和谐 天下太平 他说人心 所感的吗 人心善 善和大地 那些灾难 完全没有了 这是佛经上所讲的 相有心身 竟随心转 我们的相貌 我们身体健康 念头专 我念头好 人就健康长寿 就不生病啊 我的心好 行为好 我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 这一点都不稀奇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环境都是有意念 所以意念了不起 力量太大了 不善的念头 就是灾难 你的心形不善 对自己来讲 自己一生的毛病 你家庭不活 工作不顺利 居住的地方 常常什么 汗在水在地震 这个东西来了 都是自己念头 引发的 都是念头 变现出来的 佛在经上 讲了几千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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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